这什么来的 好蛤蜊啊 跟水出来 这边这么多 这种石头 浪费食物 这么多 真的是浪费食物啊 给你们看一下 轰浪的力量 这一片废墟已经在这里几十年 所以 也给我们港海员带来了不少的收获 这么大 玛格丽啊 这边 这边 很香 哎 哎 哎 咦 出来嘛 黑雕 这个头可以带了 嗯不容易啊冬天 哎呀哎 嘿 两条的 你看 哎 哇里面还有一条 哈 哇哈哈 哎真的是 找到窝了以后 效率就是高啊 哎 啊 鸣啊 哈哈 你看 我怀疑它是 占了青蟹的窝 发财了今天这三条的个头都很大 嗯 够吃一尝了 嗯 再找找 这个也可以 越多越好啊 这个也可以 全部都是这么大的 嗯 我都怀疑了 没有什么大货都可以 又困了一条 哦这么小 南花县 吃了多可惜啊 哎 哎 你看这么多 死的死蹦仔嘞 真的早不是啊 灾难又来了吗 像上次的一样哦 不过这一次都是小的你看 啊 这里也有 感觉这个是养殖的 黑黑的 出来出来 石头线 这个头可以啊 咬一只 喂 嗯 你看 啊这个个头大你看 好漂亮的视角了 啊 想跑的看 还好我来找一步哎 要不然就给他钻到洞里面了 这种石斑鱼才是野生的嘛 哎 是麻斑啊 长大了就直行了 嗯 跑不到 跑了哎跑到边了 你看 这是一个咋口来到 嗯 嗯 啊哈哈 金骨鱼 你看 这种鱼 毒性很强哦 背后面的刺被它扎到的话 那不得了 凝重的话 截肢都有可能的 看一下这里 哎呦 这么深呢 哎呦 哎呦 哎呀 你看 哇这条超级大 刚刚用手摸的话真的中招了 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哦 刚才那条被我搅的有点头晕晕的了 这条就把它放了哎 那大的那条就好了 出来出来 来 石头线 这条大一点 这条比之前那条也大一点 又是吃麻烦 哎呦 看来 跟那个挺有缘分的 哎 又来一只 从这里爬过来 哎又爬出来了 哎 这个个头也大 看着它爬出来的 哎呦 哎 差点就摔了 怎么今天都是这种芝麻斑这么小的 已经是第三条了 下次报答我一条我就满意了 哎呀哎呀 这么丑的石头线 看吧 大是大就是长得丑了一点 哎 今天就收拾了这么多 哇看到它这个事我都 想想的害怕 上次要是被这个扎到的话 那完蛋了 全最终了哦 以后没视频看了 哈哈哈哈 但是吃的话不要把这个刺给切开就可以 切开的话煮出来的汤是苦的 但是没有毒啊 它是活的时候扎营才有毒 扎营非常非常痛的 有感养的话那更不得了 哎 放点油煎一煎 挺好吃的 卖670块钱一斤的 你们好我是阿聪 今天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你们收看哦 拜拜